上的课程真的还蛮辛苦的 因为你要动很多脑筋 一直在动脑筋,一直在动脑筋 非常花脑力 所以可能你们今天应该比较不会有失眠的问题 因为以我的经验来说 尤其是刚开始学习程式的时候 真的每天都感觉好疲倦 而且脑筋都一直动一直动 不过我觉得好处就是说 因为你这样脑筋也会变得非常的灵活 因为你反复思考 然后这应该也好处 所以像我的指导教授 他现在他也很喜欢写程式 他年纪已经差不多应该有80岁了 可是看不出来 他脑力方面几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也没有失智的相关问题发生 所以如果说你希望将来你即便年纪很长的 但是也没有什么就是那方面的问题的话 衰老的问题其实就是要常用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学写程式 那另外就是说你睡前也可以再做一下 保证很快就入眠了 很快的你可能想一想 真的就不会有失眠的问题 所以你睡眠 有睡眠障碍的人 更要学VBA OK 所以基本上我几乎没有什么睡眠障碍 坦白讲 真的 我每天几乎都是 差不多了到 差不多躺下去 差不多几分钟就马上就呼呼大睡了 OK 这里的话我们再来看题外话 那再来就是说按确定之后 我要给两个之下 一个是年龄 一个是户籍 自动帮我切完之后 把它点两下就完成 那这个做法上 非常的简单 所以这两种的应用 各位可以再去思考一下 尽量用在各位的工作上面 比如说我要取得两个讯息 年龄户籍过来 然后再把逻辑 其实也是套用上面的 或者你自己重打 年龄他给我的 所以年龄大于等于70 and 户籍他给我的 我把它切 用什么 用Labs函数 那可能会有同学想说 老师那VBA的这个函数 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我不知道 那以后我怎么应用 其实没有关系 在VBA里面 它有个官方的 官方版的说明书 有点像字典一样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怎么用的话 教各位一个技巧 就是游标放在上面 按一个F1 这个时候官方版的词点就跳出来了 它会告诉你 这个函数 它怎么使用 它的语法 还有相关要传的 注意事项等等 另外还可以请参阅 相关的 有没有LEN函数 MID函数 这个指的不是Excel里面 它跟Excel函数很像 但是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想要LEN函数 MID函数 RIS函数 想要知道的话 再切过去 还有呢 它有提供范例 所以你把范例点下去 有没有 它有相关的说明 那可能刚开始会不太习惯 看不太习惯 它的写法 不过 久了大概就知道了 你大概看一个 它传的方法 那慢慢的把这些范例 套用在你程式里面 其实就很快就可以发生作用 你说你如果很很快可以接受 就是说接受它的写法的话 你就知道怎么套用 OK 这个是一个内建的官方的一个说明 一个类似的字典 那另外就是说 除了这个地方按某一个函数上面 按F1之外 还有一个说明在哪里 这边一个问号 点下去 这边也很多 那你们最需要 可能比较需要的 里面官方的说法 就是这个 Visual Basic 什么 程式语言参考 这里面的话 也有了 比如说你想要完整的去了解 Visual Basic语言 那你可以怎么 点下去之后 它有分成 其实其中 这边有很多类的 最重要的就是 函数 跟什么呢 物件 还有属性 大概就是函数 物件 属性 方法 大概会有几种 那什么叫属性 其实刚刚也有出现过 比如说我们用那个Range 这边不是最后 有一个点下去的动作 那什么叫做属性呢 一只手拿着一个文件 那叫属性 属性指的是 在这个物件里面 它所记录的一些相关的 比如说样式 外观 等等的一些相关 比如说Row 它的列 有没有 那这个就是会记录在属性里面 那什么叫方法 方法就是说去做什么事情 那就是用什么绿色来表示 所以呢 在什么物件里面 有没有什么方法 什么属性 各位可以从这里面去参考 那另外就是说 有哪些物件 我们有用到Sales 有用到Range 那如果你有工作表 比如说你有很多工作表 可以就是 Shits 工作表 另外 整个Excel档案 就是有一个工作簿 就是Workbook 所以如果你懂得 这些物件的使用的话 也就是说你可以怎么办 去命令Excel 帮你去做很多很多的事 自动化 自动全部帮你做 比如说你要自己去开档 然后呢里面的工作表 你要怎么去复制 怎么去贴上 怎么去跑 通通都可以在里面得到答案 但是它是官方说法 所以会比较自私一些些 还有就是函数 我们刚刚不是用很多函数 如果里面呢 你想要全部彻底了解的话 按下去就对了 但是我觉得它编排不好 它用A到Z 那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什么 对不对 我总不可能从A一直看到Z吧 太辛苦了 所以有其他的那个坊间的书籍 它也是就是 VBA的函数的 有点像字典帮你整理好 那个部分如果说 你想要彻底了解 就是怎样去看 那像刚刚我们有用到一个Format函数 对不对 假设你要找 你可以找D到G里面 看看有没有一个叫Format函数 有没有 在这里点下去也有说明 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彻底了解 像我找最早学的时候 还是要下一点苦工 没事的话就把它点开来看一下 有哪一些我可能会用到的 我可能稍微去view一下 然后呢 要不然就是说 刚刚像Taps有用到 你可以再去找什么 找相关的 像MID函数你可以应用一下 等等的 类似相关的这些东西 可以从说明档里面去找到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刚刚做了几个动作就是 说明档如何去查询 第一个就是 游标放上去按F1 跳出来 第一个方法 你可以再去请参与其他的 MID还可以请参与 有没有它都会有关联性 你可以从这个地方 一直去找关联性 第二个是 在VBA的开发环境 上方有个什么问号 对不对 按下去 里面的话找这个 叫做Visual Basic 程式语言参考 按下去 里面主要就是函数 物件 方法 属性 这几个 比较重要 其他的话 我想 另外还有像什么 事件 资料形态 这个也很重要 有机会 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 参考书 看一下 慢慢你会对 VBA 比较全盘了解 OK 那最后这个地方 这个说明 请各位自行再把 这个部分完成 就是函数部分 做出来类似像这样 那因为函数不需要 侦测最后一列 反正你向下填满就好了 OK 好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 试试看 那说明档的部分 其实可以善用 因为这里面 蛮多资源的